剛剛就是從一個 特別注意一個門號公式 變成什麼呢 變成多個的話 那就是跑個回圈就可以 回圈的話記得就是4回圈 OK 那這裡的i其實就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其實它變動的範圍就是4到103 那這個i就是一個變數 而且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數字 那特別注意那個VPA很特別一點 就是說一般其他的程式語言 基本上都要宣告變數 而且要宣告型態 但是在VPA裡面 它是可以宣告 也是可以不宣告 因為我為了學習上的方便 所以暫時不宣告 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VPA裡面大部分的變數 其實都可以不宣告 不過這個概念我覺得是 應該還是對於學習程式是有幫助的 那這一點的話其實不是只有VPA 你會發現那個Python也是一樣 Python現在也不需要宣告變數 反正呢 你第一次給它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那那個變數就是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所以我們第一次給它一定是4嘛 4放進去它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i裡面呢 它就是放數字 OK這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其實一般學習程式的同學 比較不太能夠理解就是那個數字跟文字的差異 我覺得這個點可能要特別 文字跟數字還是不一樣 那怎麼分辨呢 其實以這邊來看 文字的話前後有雙引號 那中間的東西就是它的一串文字 或者一般叫字串 不過其實就文字啦 OK 所以我以後用文字好了 大家比較聽得懂 就是一串文字就對了 一串文字 那一般程式用語叫字串 OK 那中間要串一個i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 把它先切開來 然後串一個i在裡面 OK 那如果你假設暫時還不太能夠理解 沒關係 你就先背起來吧 背的方法有沒有 背那個口訣 我覺得那個口訣還蠻好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也偷懶 我乾脆背口訣算了 這樣好處是絕對不會出錯 OK 程式也可以寫很順 反正寫程式 基本上就是盡可能的 讓他流暢一些些啦 不要出錯 不要挫折感 那事情很快做完 其實我覺得還蠻愉快的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底下呢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蠻多同學會問的 就是說 老師可是問題將來呢 我如果資料會有變動 現在是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會自動跳到103列 可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將來 我少了兩個學生的資料 假設你刪除 那 如果你在執行這個程式的話 它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理論上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會變成什麼狀況呢 向下 這裡的話呢 為什麼它沒出現錯 理論上的話呢 我看一下我們 我們跑到103 丟了公式 理論上它 因為我這個 這個要把它刪掉 如果假設我刪除這兩個 我再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沒有那麼聰明 有沒有 它這個資料 它沒有 它不知道說 原來已經少了兩個人了 它還是一直到103 所以 如果假如說呢 我希望 找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 自動去追蹤 到底目前 最下面一列 到多少 自動 回應給我一個數字 那我把那個數字 直接填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基本上就比較不會錯 那這樣相對這個程式 也比較人性化一些些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啦 其實我 當然方法很多 我舉一個我比較常用的方法 各位可以在這邊看到 自動把103改為這個就可以了 那這個 這一個程式 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自動偵測 目前A2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跟各位講 其實它這個有點像是 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把游標放在A4 第二個動作就是 按一下Ctrl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 其實在VBA層次就是And 就是邊界 XL 這個是L XL Down XL Down 意思是說我向下追蹤 那最後一個是點R R的話是列 指的是你現在 停的位置是在哪一列 所以這個訊息 其實你可以把它拆成 三個動作 那我先DEMO一下 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我的游標先放在A4 A4在這裡 然後我按下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就會直接幫我移動到 它這個範圍裡面 最下面的列在哪裡 目前所得到的那個列的列號 它是101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假如說 我把它改成向下追蹤的話 那會得到101 而不會是103 OK 所以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改剛剛的程式 特別注意 所以我把這個把它刪掉 我們假設不要讓它出現錯誤 那當然改 關鍵的地方就是改這裡 103 刪掉 那我要讓它向下追蹤 游標先放在A4儲存格 所以你打一個Range 所以接下來就多學一個物件 叫做Range 然後放在A4 記得喔 放A4是一個文字 前後要有雙引號 OK 不過我同學會說 老師那Range不是一個範圍嗎 那為什麼指的是一個 特別是Range 它可以指單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它是兩用的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就是Ctrl向下 其實在VBA的語法就點一下 它會出現一個屬性 叫做END AND 其實就是那個範圍的邊界 END 當然如果你打一個E有出現 你可以點它兩下 然後前刮弧 前刮弧那個XL down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打一個前刮弧 它其實會出現 所以你當然聰明一點 你不用自己打 你就點兩下就可以了 然後後刮弧 Ctrl向下之後 告訴我它現在是哪一列 所以也可以再從這個後面再加一個點 點Raw就可以了 告訴我它目前所在的列號是多少 OK 所以這個Raw其實它就是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其實就是把這個101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邊來的意思 所以這個屬性基本上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資料 所以其實它有沒有一個手拿的一個資料 就是拿資料的意思有沒有 手拿的資料 意思就是把這個101的資料 幫我拿過來 所以這邊會出現多少 那就是101了 所以這行程式 雖然很短暖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很多地方都需要向下追蹤 因為如果寫固定的 那以後每次都要改程式 但是如果你加了這個以後都不用改了 反正它追蹤到都OK了 好 所以這個可能要慢慢熟悉 最好這個可以能夠背起來是最好 所以它是有幾個動作 游標放在A4 Ctrl向下 所得到的那個列的數字 帶過來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OK 其他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把底下也把它怎麼樣 把它貼上就OK了 所以這樣改完之後 就具備有向下追蹤的能力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 如果我把這個清除掉 然後再往下填滿 那因為它得到100 所以這個就不會增加了 那如果你再把它刪掉兩個 如果剛剛的方式就固定的話 那應該還會再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不會耶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剛剛的追蹤的部分再加上去 OK 然後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